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 全红蝉特别在社交网站上表示 居家隔离别躺平 要保持每日运动量增加免疫力哦 快来参加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 跟我一起运动起来吧 这样的话语非常明确 那就是希望全部的网友都可以行动起来 毕竟这肯定是立国立民的举措 也是为了大家着想 据悉 这是人民网发起的一项号召 像武大静 苏炳天 孙一文 吕小军 巩丽娇等中国体坛巨星 均参与其中以身作则 在如今这个时期 就如全红蝉所说 应该居家隔离别躺平 而待在家里的时候 大家可以响应号召 积极健身 提高免疫力 而且 还有助于放松心情 这是全红蝉时隔三个月之后 再次更新社媒 他上一次更新动态 还是在今年2月2日 当时 全红蝉恭喜中国跳水队入围劳伦斯最佳团队候选 而这个奖项 虽然我们最终没有获奖 但中国跳水队在奥运会上的成绩 大家有目共睹 是独一荡的存在 全红蝉在2021年参加完东京奥运会和陕西全运会之后 就没有参加正式的比赛 一直在训练备战 过年时期 全红蝉也在跳水队参加东运 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 近期 中国跳水队举办了测试赛 全红蝉获得两项第一的好成绩 他已经成为跳水队的领军人物 和陈玉希组成新王炸组合 接下来的世锦赛以及9月的杭州亚运会 全红蝉目标是拿到女子十米台的两枚金牌 完成大满贯 奥运五金王陈若林是全红蝉的主管教练 他帮助全红蝉成为更好的运动员 据悉 全红蝉在207C这个动作上 取得了巨大进步 有裁判还为他打满分 让人感到惊喜 全红蝉正处于快速生长发育时期 不到一年时间 他的身高长高了足足8公分 而且 全红蝉的大腿肌肉非常发达 在此前的测试赛中 全红蝉出劲 他的腿部肌肉十分抢劲 看起来就像大人们的腿一样 非常壮实 毫无疑问 这是全红蝉长期努力训练的结果 他的下肢力量得到明显提升 全红蝉现在看起来成熟不少 已经是大姑娘了 期待 全红蝉在2022年的各项比赛中 再接再厉 再创家计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